华老师和他的朋友们 王老师 你这是干嘛 华老师 我在这儿看看那大闸蟹还有没有剩的 这是我们一个监测点 对 你看这儿有看出发相机 这监测啥的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最初觉得可能有黄鼠岸和刺猬 但是从两年前开始 一直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 这旁边就是商场 就是居民区 这地方能有小灵猫 对 我们其实也没想到 而且我们一直有一个感觉 就是眼前这些垃圾堆 可能会有鼠啊小鸟啊 在这块翻东西吃 应该是这些东西在吸引小灵猫 原来如此 小熊猫也会像河一样进城了吗 小熊猫还没有 但是小灵猫有 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问题就是 就是这台相机 因为你其实你也看到跟前面的那些公路啊 这些人走的地儿很近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台相机拍到了一个特别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是啥 就是有人拿着螺丝刀钳子 然后还有铁丝之类的东西在地上面布 我们怀疑有很可能有人在这个地方布小兽套 在打猎 那咱们今天去找找 看看这儿有没有套子 如果有咱们请一请 行那咱们找找去 走 大家好我是花石 我身边这位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王放老师 嗯 花老师好大家好 王老师在中国研究过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 对整个圈子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观察 今天我们就和他来聊一聊中国的保护工作 王老师你是怎么走上保护着道路的 那个要一直往前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用稚嫩的笔写了一篇作文 说我长大要做一个动物学家 生物学家 当时是因为在少年科学花报看到古道尔的故事 然后又别人送我一套书 里面有一本叫大熊猫的故事 是北大的潘文石教授写的 看到这个很激动啊 觉得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职业 直到有一天突然我爸告诉我说 哎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烧饼店买烧饼的那个老头 其实就是写那本书的潘文石教授 你跟他是灵女 我很震撼 原来就在我们家后边的一栋楼 住着一个不起眼的老人家 他是中国大熊猫 现代研究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所以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遥远 好像这个事是够得着的 至少我们可以吃同一家店的烧饼 那些烧饼好吃吗 好吃 那家糖火上还有普通的烧饼都好吃 你小时候就很热爱自然 上个初中之后 我们骑着自行车 三四个小时的去骑 把北京周围的山跑了一圈 我们很中二很热血 我们觉得自己去做的这些探险 是探险家级别的 我们还给山起名字 有山叫茅山 有的山叫尖山 然后还画画 还做这种调查笔记 后来你真正的加入了 这个研究行列当中 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自己的第一次工作 是以我坠崖 结束的 你怎么掉下去了 在四川的老河哥林场 做野生动物调查 我们连续爬了两个星期的山 我们觉得让保护区的耕的人员休息一下 我们自己上山 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有一只鸿腹脚趾 从我们身下飞过去 所以我想看清楚 我就在一个山坡上抓着一个藤条 但是因为下雨 我一嵌身的时候 跨着一下那个藤条 从上面的树干上滑下来 这是第二个错误 最后就掉下去了 很快那个滑的速度就完全失控 第三个错误就是我没有尝试 张开手勾住身边的 可以抓的东西 或者使劲翻过身 把手脚扎到地面里边 你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的 应该是三层楼左右 应该是砸端了一棵小树 也感谢了一棵树 直接砸下来估计不太行了 对 有一道沟 有一道不长头发的沟 这道沟 对 摸得到 这十天左右的时间不能进食 就是一直在呕吐 最后县医院觉得这个人算了 这个人我们已经治不好了 但是送回北京之后就好了 吃了北京的豆浆和油条 可能还是医院的治疗水平的问题 后来再去那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那个地方有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叫滚牛坡 为什么我起这种名字 因为我叫王放 然后跟牛什么关系 他们当时跟我开玩笑 然后叫我吃饭的时候 他们不叫我的名字 就叫放牛 放牛的这个人 从山坡上面滚下来了 他们就管这叫滚牛坡 也真的挺无厘头的 虽然说经过这样的事故 但后来你还是坚定的走上这一行 16年来你在这个行当摸爬滚打 也观察到了很多事情 对保护这个行业实际上是有疑虑和担心的一些事情 咱们总结成了七条 第一条是基础数据不够 基础数据不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苦恼 我觉得其实在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制定自然保护策略 我们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想找小鸣猫的分布数据发现没有 这还是在上海 然后 资源最好的地方 对 我们在秦岭 我们想找食肉动物的数据发现没有 我们在宁夏 我们希望找到豹子以前的分布也没有 科研团队大量的时间是耗费在去买设备去铺建这些电线 把这些最基础的数据收集网络搭建起来 把这些数据从零开始积累 就其实你以前也想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一些动物 想给中国寄出一些从零开始的数据 对 我还记得在我硕士要转博士那一年 当时看起来非常勇敢 现在看起来非常中二和冲动的 给我们的老师们群发了一封信 多少老师 所有 群发了一封信 我说这个老师们你们工作可能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我不想做 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研究空缺 在中国的草原生态系统里边有一个顶级石头动物 它就是狼 但是没有人做狼 没有人做狼 我要去填补这个空白 我就要去干这件勇敢的了不起的事情了 请老师们支持 然后呢 然后老师们给我叫过去说 你傻吧 对 我觉得潜台词是这个 你老老实实去做熊猫 那你觉得这个行业的第二个隐患是什么呢 我特别大的一个忧虑 是我觉得岗位不够 以前从小带着我爬山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现在已经都岁数大了 但是保护区里边他们还是最年轻最能干的 没有年轻人补充 然后我们自己这些学生 很多很棒的青年人 他们需要被迫去转行 去考公务员 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在自己热爱的这个领域 找到适合他们的岗位 那保护的第三个隐患是什么呢 我经常觉得野生动物 生物多样性 资源属性太重 它的文化 艺术 它的内在价值 还是被忽视的太严重了 这还是一个观念上的事情 大家想到野生动物 可能首先还是想到它吃 对 从2020年之后 其实大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更高了 但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还是能不能吃 那如果这个不能吃 别的能吃吗 如果中国的不能吃 国外的是不是就能吃了 但是其实吃这件事情太次要了 资源是可持续的资源 是未来人类的发展 是生态系统的平衡 即便我们要使用它 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好 感受到它的油气 把一个动物当作一块肉的话 其实再厉害的动物 它也只是一块肉而已 把它当一个实用的利用方式 也是一个焚书坑儒 特别浪费这种使用方式 自然的内在的价值 美学和文化的价值 好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就让我想到一个事情 几天前那时候 西子龙老师跟我说 现在国内做自然纪录片 必须给某一个生态特别好的区域 赋予它的人文价值 只有有这种人文价值 这个片子才卖得出去 才有人愿意看 但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几年的纯粹的自然纪录片 会多一点 更多年轻的自然纪录片的导演 和摄影师在成长起来 我们也许能够在未来十年 看到一个井喷一样的 中国自然纪录片的增加 那么保护行业第四个隐患是什么呢 还是太多的资源 太多的关注 在很少的明星物种上 大家都耳熟能详 大熊猫雪豹 但是其实更多的动物 是缺乏保护的 你像我们说保护 要捧明星物种 有一个目的是 通过保护这种明星物种 让它来聚集资源 让它去把那一片区域都给保护好 这里面其实中国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熊猫了 我们看到的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在熊猫的分布区域 那些营养级比熊猫低的 比如说毛关露 比方说小挤 确实恢复得特别好 但是那些营养级比熊猫要高的 比如说金猫豹 数量没有看到增加 甚至是一个下降的区质 比它高很多的老虎 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就没了 现在来看 熊猫未必是那么好的 一个旗舰种和一个散物种 我觉得可能中国正在 经历第二个保护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 抢救式的 把这些 受大家关注的物种保护起来 这个阶段做的 还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第二个阶段 一定是 我们过了抢救式保护之后 我们要完整的保护 生态系统的 全面的健康和稳定 所以这个阶段 可能需要我们 暂时放下这些明星物种 去关注那些 在生态系统里面 更关键 但是不起眼的 我第二个想法 其实也跟我们团队的工作有关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当我们想在城市里 城市周围做野生动物研究 因为它跟2000多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是在启动阶段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别人会说 你这没有国家级保护动物 何才什么级别 当时还连一级二级都不是 这也不是生物东央性热点区 我们资源没有办法给你们 所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 但是干的过程之中 你其实发现 这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铃猫 我们还发现了暴猫 如果你不做 可能这个区域就被你忽视掉了 我们现在的保护 得从老的那种 较远于单一的物种上 变成我们现在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 关注整个生态环境 以及一整个保护地 那保护行业的第五个问题是什么的 就是觉得科研跟落地的保护实践工作 有一点点远 我觉得这种远可能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 因为高校要论文的考核 要有大量这种学术的评价的体系 它是不管你做不做 真正的保护落地工作的 大家为了职称 为了工作 为了考核 为了各种各样的压力 我们一篇一篇的发表 这些保护生物学的论文 但是这些论文 真正在遥远的保护区 产生了什么变化吗 就我们经常说科研是指导保护的 现在做出来的科研 它并没有直接指导保护 我觉得挺可惜的 这是一批能够用数学的办法 去分析生残系统 面临威胁的人 但是分析了半天之后 发表一篇英文的论文 这件事情就结束掉了 真正在地的这些护林员 这些一线工作者 他们仍然在年复一年的 按照自己的旧的方式去工作 这种脱节是非常可惜的 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人的智慧 这种脱节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政策制定者和科研团队的合作不够 科研团队非常奋力地希望 把自己的成果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法 转变为落地的策略 但是却实现不了 我觉得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青藏高原上面的鼠兔 已经有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在说 鼠兔不是草场荒漠化的原因 而可能只是一个表征 草场破坏了之后 鼠兔才会变多 是 而且当鼠兔活动的时候 它其实还会增加土壤的渗透性 可能还会局部推动一些草场 土壤环境的恢复 而且它还是那么多 食肉动物的关键的食物来源 也是很多小动物的巢穴的来源 但是在有鼠兔分布的省份 我们看到还是在年复一年的灭鼠 但是被毒死的除了鼠兔 还有那些食肉动物 而伤害的是整个生态系统 是这么多科学家大声疾呼的观点 但是其实没有被听到 我们觉得如果能有更好的途径 让大家能够互相听到彼此的声音 其实会好很多 那这其实还关注到一个科普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科研成果得向公众去传达 得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共识 才能够达成真正的合力 经常觉得这件事情很讽刺 就是我们科研团队需要发SCI文文 它是英文的 但是它怎么跟中文的世界建立连接 只有把这些研究成果翻译成 大家能够看到的短视频小故事 去跟保护区的人反复的去讲去沟通 你的这个科研才有作用 但我们的一个苦恼是在科研团队的考核体系里 几乎科普的这个位置太微不足道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你不务正业 对很多科学团队 他们都会接到管理部门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科研团队的这种压力 就觉得哪一个正经的科学家来做科普 对有的时候我出门别人会说 网红科学家来了 我总是很苦恼 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讽刺你 科普现在还是特别不受科学界的重视 这可能就是保护的第六个问题 那我们最后的第七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七个问题是我们经常会疑惑自己工作的价值 我们提到人类的长远发展 提到可持续 但是真正在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 是这个美好世界的一个点缀 在一个保护区一切向好 但是县里边一个旅游景点会突然毁掉你七八年的努力 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发现了很多神奇的自然 大家说起来都觉得很开心 但是当开始进行住宅小区开发的时候 你会被迅速的放弃掉 所以我觉得需要漫长的努力 这并不是科研人员能做到的 可能也不是环保部门 林业部门 或者一两个部门能做到的 其实这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司 是 刚才我们听王老师讲了很多 关于保护这个行业的一些隐忧 可能听得我们有一点点的悲伤 在这期节目的下集 我们来说一点积极的事情 我们来说一说上海的河 我想补充一句年轻的保护生物学的学生 或者工作者的希望 或者说不是希望 是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你如果有自己确定的方向 朝着这个方向持续努力 会不断的有机会和有人来帮助你 当我自己在四川摔伤的时候 我顶着一个被剃掉头发的脑袋 结果我被西志龙老师看到了 他知道有人受伤了 所以第二天他就给我拿来了器材 支持我完成城市野生动物的拍摄 然后当我开始在北大 完成自己的观察的时候 吕之老师找到我说 他愿意支持我们去野外做调查 愿意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所有建议提供给校方 当我们开始城市工作的时候 复旦的陈家宽老师找到我说 他有很多点子 他一直在等待着有人来完成这些点子 所以我的感受是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并且持续努力 你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支持 会不断的有新的人 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边 帮助你完成你 在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 对这些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感受 好感人啊 对这些事情 好感人啊 好感人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